救援的最新消息 有一艘大陆籍渔船 昨天深夜在澎湖马公外海翻覆了 空军出动了直升机 把里面的五名大陆籍渔工吊挂救起 这抢救的过程险向还生 还好最后这五个人都平安获救 深夜大陆渔船翻覆 空军出动海鸥直升机 用吊挂的方式将五名大陆籍渔工救起 五个人近黄位顶盖着毛毯全区的身体 还好都没有明显外伤 二十五号深夜 这艘大陆籍渔船 在澎湖马公西方四十公里处翻覆 赶紧发出信号弹打电话求救 最后五个人搭救生艇逃生 它有人员在海上利用闪光灯 在那边实施那个闪烁 然后照明就是吸引人过去 然后我们发现到目标之后 我们就持续吊挂 这艘大陆籍渔船的船长说 昨天深夜他捕完鱼要返回大陆 却发现船间舱大量进水 船只严重倾斜 随后就翻覆了 好在被救援成功 五个人命都保住了